今天要谈的叫做视野问题 就是说有一个镜子 有一个人 请问你能不能在镜子里面看到东西的成像 这个我们称为视野问题 我上课跟你说过了 那个镜子要多长才能看到全身那种题目 台湾是没有考过的 这种题目我们是考过的 视野问题是考过的 一般老师都这样教的 就是画成像 来问题是 你只要怎么画成像 你要用什么方法画成像 用什么原则画成像 不记得了 我们教过了品乐品的成像性子 让你背的东西正立 相等须相还背两个 估计等于相距左右 相反 所以就找距离一样 大小画一样 通常我不需要考虑左右 相反这件事情 就是估计等于相距大小画一样 就画成像 然后呢 眼睛跟成像连一条直线 然后就看你的 这条直线有没有通过镜子 有通过的看得见 没通过的看不见 像现在叫做没通过看不见 这个被教授骂过 说你们一点点科学精神 科学知识都没有 要乱教 这不对 这是有原因的 只是老师都不会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能够看到镜中成像 就是有反射光镜眼睛 眼睛认为光走直线 那边会有个像 所以眼睛 成像跟镜子都会在同一条直线上 因为要打到反射反过去 不关心 像这样 来 假 看得到 眼睛看不到 化成像连一眼睛 这条直线如果有通过镜子 就看得见 没通过镜子就是看不见 一般老师就是教授的方法 然后我多加两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我们讲过 光是可以反过来走的 这样子入射 这样子反射 那反过来 反射光变入射光 出光变成 反射光 是可以倒过来走 所以 我们就可以倒过来走 倒过来走 然后反正我就是 就是要有反射光镜眼睛就对了 要把镜眼睛就对了 所以我第一个 我画反射光 从这左边就会画反射光 那你这什么意思呢 呦啊反射光怎么画 叫什么原理啊 你只教过这个一个原理啊 教过这个定律而已啊 什么定律 反射定律啊 重点是什么 就是要叫等于 反射角啊 反射光 然后画反射光啊 那 这个又是反射光的范围 对不对 所以 眼睛如果在这个范围内 就是有反射光可以进到眼睛 然后就可以延长看到成像 所以就看着这个地方 像这样 这个东西打反射光 所以假就能够在镜中看到成像 底就看不到 因为他不在反射光的范围内 反射光进了他眼睛 这是方法二 这个方法 通常适合解决 东西一个 眼睛很多支 看哪些眼睛看得见 好 所以有变形 刚刚讲过了 可以反过来嘛 对不对 可以反过来嘛 延长嘛 就会到沉箱位置嘛 所以我可以反过来 可以这样做 画沉箱位置 然后呢 由沉箱位置拉我 最边边的两条反射光 最边的两条反射光 最边边的反射 延长到沉箱最后的反射光 这样做通常比较好做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霧距等于 像距就好 你不需要搞个霧射角等于 反射角 那也一样 中间的范围就是反射光范围 这里的看得见 不是在这里的看不见 一样 跟刚才的说法是一样的 像这样子 搭过来搭出去 假看得见 你看不见 假看得见 你看不见 不知道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法 还有第三个方法 答案说 可以倒过来走嘛 打倒进眼睛嘛 反过来 眼睛出去 反过去 对不对 反过来 从眼睛出发 从眼睛去做反射光 一样怎么化 反射定律嘛 如果就等于 反射角 那什么意思呢 这些中间这块光线 这里的光线 就是那个反射光可以射进眼睛的范围 就是可以看到的范围 就可以看到的范围 OK 倒过来走啊 打出去 然后反过来 所以这个范围就是那个反射光 可以进到眼睛的范围 就看得见 否则看不见 像这样 假的蚁 假去画 物体在那个范围内 所以看得见 假看得见 蚁同样化 物体不在范围内 所以蚁就看不见 只有通常适合解决什么方式 解决 眼睛一个东西很多的 让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见哪些范围 我从头到尾教了三个方法 通常老师都只教第一个 而且感觉很简单 画成像拉直线 看有没有通过镜子 我另外多教两个方法 但其实的想法都很简单 就是要有反射光近眼睛 然后眼睛认为光走直线 可以看到成像 想法是都一样的 他心里能够学会 能够记住 我们到底怎么解决的 这叫做视野问题 这是我们考试会考的 OK